别打架 没打架 这什么 郭大爷 你大爷 你大爷 怎么说话 废话什么叫怎么说话 我说好好说 你骂人 郭大爷就叫骂人 怎么叫骂人 怎么不叫骂人 就叫骂人 你这是要 说郭大爷 这不叫骂人 这说郭大爷就是骂人 别打架 没打架 这什么 不是 作为等于社的传统捧绝节目 八马挂向来都费师傅和大爷 但事哥是真没想到 于前演个八马挂能付出这么多 不仅和自家搭档在台上动手 就连徒弟们都不放过动手的机会 不仅是打架打不过徒弟们 就连在语言上 于前都吃过不少亏 我父亲九岁让人囊死 那肯定后面就没有我们这哥们弟兄 包子不成立是吧 你还没弄好就上来了 哦明白了 你大爷 你大爷 怎么了大爷 有骂街骂自己的吗 大爷 你大爷怎么了大爷 没怎么大爷 我服了行吗 古老师的一句 你大爷 算上月云棚学到精髓了 虽说最后 于大爷只能无奈表示认可 但这丝毫不妨碍 于前反击回去 扫兵去卖了一碗馄饨 给您端过来一碗汤 把馄饨都吃了 活不上了 见过月瓶杀伯吗 见过吗 俩人家起来八九十了 在这欺负一个小孩 回来了 这什么 给一碗馄饨过不去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吃过馄饨吗 那是那是那 这我们有口音吗 怎么了 你俩老一说 咱这没了 回来了 明明是古老师 和于大爷之间的战争 作为挑起士顿的月云棚 是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能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也是能把等于一哥 气成这个样子 除了前大爷 好像也没谁能做到了 不过 赶贼向上皇后面前嘚瑟 还敢大声说出 捧根不行 月云棚的胆子 也确实是大得很 你们都不行 谁不行 捧根的不行 你说什么 捧根的不行 不行 他说捧根的不行 有没有人管 才是他说的 就是他 咋的 白平 不敢说话了 不敢言语了 对不对 白平 你要脸不要脸 你还别说 这种处理方式 也只有月云棚能使出来 又见又萌又好笑 月云棚算是把自己的特长 全部发挥出来了 不仅是敢当着于谦的面 贬低捧根 就连在后台遇上 月云棚都不会放过 自家前大爷 月云棚 他膨胀 在德云社后台 能一大沙发 人自己专属大沙发 大沙发往那一坐 人谁一进来 连眼皮都不抬问人 你什么字呢 我没字啊 学员啊 过来给我捶着腿 这叫捶腿 于谦老师蹲那给他捶腿 于谦老师 于谦他是没字他 月云棚没看见呢 他那闭着眼睛呢 是啊 一抬眼皮看着于老师 哟 哎呦 大爷 对不起大爷 我看错了 嗨 我以为我师父呢 七十灭祖 虽说 这只是孟可堂的相声包袱 不过酒粮最后一句的 七十灭祖 也算是让这个包袱 想得彻底了 就算是在相声舞台上 遇见等于少班主 月云棚都敢大胆直言 就我们这些个姓月的 都好看 我们有位祖先叫月飞 大英雄 月飞 好看 对不对 你姓郭的有好看的吗 一句姓郭的都不好看 算是把自家师傅 给兜进去了 就算是一代战狼武精 遇见月云棚都得收敛一二 毕竟谁能见过月云呢 怎么了姐 不过在月云棚的大胆行径中 是个印象最深的还得是 月在台上 当着师傅的面打桃羊 这个旁边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啊 这是谁啊 小二 虽说这是人小鬼带投阳自刀自演 但你还别说 现场效果是真好 只不过是委屈月云棚了 毕竟大家都以为是月月伸出的手 不过这也只是台上的同台逗乐 从小贫苦出身的月云棚 比任何人都懂得感恩和尊师重道 师傅和大爷是月的领路人 是月穷其一生都报答不完的人 在台上用包袱挑侃师傅和大爷 也只是为了度假台期那些 不远万里来给自己捧场的观众们 师傅大爷在月云棚心中十分重要 台期的观众也同样重要 就像郭老师曾经唱过的那样 相声演员能有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各位喜欢相声 支持相声的你们 您喜欢这样的等于社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订个关注呗 感谢观看我